来范老师怎么看这投票 最后倒数时刻 蓝又演出大惊奇了 还没投票就 党内已经乱成一团了 我觉得这是 国民党内部针对侯友宜 这个本土蓝 进行了一个绝地大反攻 因为我们看到陈玉珍 他的户籍在金门 金门是深蓝当中的深蓝 而且金门接近福建 接近厦门 你看这个黄世雄 2015年红秀柱 成为总统候选人 他是幕僚 2016年红秀柱 要选党主席的时候 他也是幕僚 所以黄世雄 其实背后就是红秀柱 那红秀柱又是深蓝统派 又是深蓝的代表人物 那徐晓鑫背后代表的是谁 马英九 马英九在这次 也一直要 要这个侯友宜 说你要把这个同意讲出来 所以徐晓鑫跟马英九是一起的 那马英九为什么这么讨厌侯友宜 因为四个是蓝皮绿骨 大家不要忘记 马英九是2008年5月20号 当选总统的 他上任之后 第一个人是把谁换掉 就是侯友宜 把你从警政署长硬拉下来 去当中央警察大学的校长 虽然位阶是一样的 可是警大校长是冷牙门 准备等退休 反正马英九对于侯友宜 当初被阿扁提拔为警政署长 是内心是非常不满的 我们知道一个警察 从一线二出来 要当到警政署长 但是这辈子 苏南廷你在祖上积德 才有可能最高位置 全力顶峰 所以阿扁提名的侯友宜 对马英九来讲是恨之入骨 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又跳出来 于恨未消 你是等于说蓝皮绿骨 我们常常讲 国民党跟共产党 中共都是主要列宁市政党 列宁市政党很强调东西 四个字根正苗红 你的根要够正 你说郝龙斌 郝龙斌也被阿扁提名 当作黄宝署长 为什么郝龙斌没事 他爸爸是郝伯春 根够正 所以你今天侯友宜 你根不正苗又不红 苗绿 所以现在找你来出来当战犯 而且是达到两种目的 一个把他当作战犯 这个是四个公投没过 你又是替死鬼 第二个 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对于国民党里面 想选总统的人 就是对朱玉琳来讲 最大的敌人就是侯友宜 所以你看 昨天 ET2DAY 做了台湾政治人物的排行榜 侯友宜是第一名 所以他现在 35个政治人物 他排名第一 第二名是赖清德 所以侯友宜现在在国民党内 神人出其右 他大于国民党 所以为什么你看上礼拜二 侯友宜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郑文燦 还有柯文哲 他们参加一个远见杂志的 一个记者会 三个人 侯友宜说 哎呀 郑文燦跟柯文哲 你们明年都要离开了 他说我也有可能离开 他就告诉国民党 如果你今天逼我 一定要接受 是何事 重启的话 第一个 我连任 可能都没希望了 那到最后 我不选了 你们自己国民党 找人出来选 你看你要找赖斯堡 找任何人出来选 你选人赢吗 所以我不能够接受 何事 你们不要逼我 而且如果到时候 我没选上 我没有办法连任 或者我不选了 我职工2024年总统 所以你们不要逼我 上梁山 他说他是上梁山 我如果选总统 你朱立伦也好 你赵少康 你们是想选总统的 你们没希望了 因为我现在民调最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南英的那些人 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 把侯友宜给拉下来 打当做垫背的 把公投失败当垫背 可是侯友宜也不是笨蛋 到最后我顺理成章的 干脆说我不连任了 我不选了 你们自己去玩 我选总统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朱立伦 现在不敢骂侯友宜 他现在如果骂侯友宜 侯友宜真的 真的就不连任的话 怎么办 真的跟你选总统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幕 现在我看起来 对于这四项沟头 他们现在已经自己 都觉得没信心了 他们现在就准备 已经要准备要找 到这责任归给谁 投票前就要乱了 投票之后呢 是不是又要乱一阵子了 朱立伦一定两手一摊 这个公投不是我发动 这个公投是前任 江启臣推动的 我只是盖瓜承受 凭什么叫我承担责任 所以说我觉得 但是你党内逼朱立伦下台的人 现在也是磨刀磨磨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如果四个公投没顾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 接下来的明年1月9号的 台中二选区的补选 也会影响 因为如果说四个 都是联动的 对联动的 因为大家就觉得 而且其实 我觉得这次的公投 又跟台中选区是互相影响 为什么 因为当他看到了 昨天应该是盐宽恒 他们招待所应该要 拆的最后一天 结果台中市政府 卢秀燕摆烂 故意保驾护航 盐家就是不拆 刚面对的法律对着干 我觉得这会引发 全台湾民众的 全球都硬起来了 大家本来 对这个公投没兴趣 就要教训国民党 因为你盐宽恒 是国民党提名的 盐宽恒不守法 卢秀燕不守法 就表示国民党不守法 就表示朱立伦不守法 这个时候 四个公投要教训国民党 所以这次的中二选区 补选 跟这个公投是相互影响 它严加的表现 会影响大家去投公投 四个不同意的支持度会增加 所以如果四个公投都没过的话 那又会增加林静怡 在台中的士气 所以我觉得这是相互牵引 相互影响的 那今天洪友宜 写了一个签字文 遭到国民党内 这么多人的批评 真的我不需要讲 我这个签字文 我看了 真的是有讲 跟没讲是一样 我也不需要讲 我蛮恢复郝友宜 他讲的很多 非常的具有残位 好像你怎么看 政治人物最厉害 就是讲一堆 然后不知道再讲 他的第二专长 是不是打太极拳 讲了半天 但是我不讲 他讲说 我们没有继续分内耗分裂的本钱 他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改成是非题 冲突对立 大家不累吗 我问你 这四个公投谁提的 你国民党提的 是谁知道对立的 是你国民党 是谁要我们大家那么累的 是你国民党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那么玄务人员 还要办这个玄务 是你国民党 你侯友人 你这个毁力 不要射出去 射到自己 射到国民党 难怪国民党内 愤愤不平